这个是5050的灯带 看这个亮度还是不错的 亮度还是可以的 连接成功要注意三个 三个因素 第一 买我买家自己配的适配器一定要是这个规格的DC10F2A 然后说是不管是宽压还是单压都可以 还有一个就是 他这里有一个控制器上面有一个倒三角 然后这个 灯带接口上面有个箭头 倒三角和箭头一对一对应 否则是他不能亮的 我们看一下 让我把它反过来 反过来看他是不亮的 只有是只有这样插对了他才是亮的 一对应对接才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这个智能控制器的配对方式 首先前提第一就是 下载这个 智能生活也是smartlifeapp下载这个app 然后把手机蓝牙 把手机蓝牙打开 因为他是持蓝牙控制器把手机蓝牙打开 然后 插拔三次 连续插拔三次 红色 红色 红色持续闪烁 看这已经发现了这个灯带蓝牙打开 我们直接连接就可以 可以 好连接成功 可以了 这样就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之后我们检查 RGB模式 红色 红色模式 绿色模式 和蓝色模式 这三个灯是对的 那这个灯带就没有问题 然后亲戚模式有多种 需要自己选择设置 然后音乐 这个是识别声音音乐 它可以这个律动 然后它这个灯关就可以跳动 我们讲话一下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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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成功连接了 主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这个接口一定要是正确的 否则是连不上的 一旦程序出现错误的话 它这个也是不是很亮 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它控制好看 是不是 刚才它就不是很亮 因为 因为有时候它会程序出现错误 所以说我们要手动调试一下就可以了 后续使用就没有问题了 就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要注意这个连接问题